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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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文青哥 今天我來這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興趣究竟能不能當飯吃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的 小時候啊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畫畫的小孩 但是有些大人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好像知道你的興趣是當畫家 就是你的夢想是當畫家 他就會很喜歡酸你的幾句 他就會跟你說 欸 想當畫家 當畫家會餓死欸 當畫家賺不到錢欸 聽到這句 從小聽到大 我就覺得很美頌 那就是 好 你越這樣講 我就越畫給你看 因為我從小我就深信叛逆 我就覺得 有一天我一定靠畫畫 闖出一片田 我一定靠畫畫賺到錢 那我就這樣一路畫 畫到大學畢業 大學我是讀視覺傳達設計系 那畢業後 我當然會想要學以置用 那第一份工作我就是找到一間廣告公司 那這個廣告公司的老闆 他交給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個2D平面動畫的製作 那這個製作 這個2D平面動畫的製作期是三個月 那這三個月對我來說真的不誇張 跟地獄差不多 這是我剛出社會的第一個震撼教育 真的就是 每天啊 早上大概9點半上班 然後幾乎每天都是10點 晚上10點11點下班 然後做不完帶回家做 最長的超時紀錄 我印象中有到半夜3 4點才下班的也有 那我就覺得太拗了吧 有夠可怕 重點是我第一份工作的薪水 真的不誇張 猜多少 不多 沒啊 沒那麼慘啦 有24K 24K 沒有加班費喔 就是剛才做的那些 24K沒加班費 那當然我第一個工作就是我希望 我需要有一個經驗嘛 那我還是很認真地把 硬著頭皮把這個工作給完成 那這個工作的 真的就是前置到後置 就像這張圖一樣 一條龍作業 真的 我一個人就完成八成了 對 一條龍 真的 我就是那條龍 對 完成 完成後我就覺得 那老闆當然是一開始會跟你講 他就講得很 他講得當然很好聽啊 就說 欸 你 好好做 好好做 完成他 少不了 好處少不了你的 什麼加薪啊 獎金啊 都是小事 那當然我完成啊 我一個人一條龍就完成啊 可是他 欸 對 他就裝作沒事 一樣 他失憶了 他忘記了 對 就是 欸 當然就是你之後也沒得到任何的獎勵 那我就很覺得 喔 咖 這老闆太CALL了吧 這騙人 受不了 然後我就有點萌生退役了 那 有些下午 有些下午就 還發生一件奇怪事 就是 突然銀行打來一通電話 然後那個時候老闆啊 跟 把會計帶出去開會了 然後我接到那通電話 然後銀行跟我講 欸 那個 你們公司有一張五千塊的票要跳票囉 那 剩五分鐘要跳票囉 那怎麼辦 我打電話給你們老闆找不到人 那我就跟他說 啊 老闆也不在公司啊 那 我就講 因為我是剛進入社 剛出社會嘛 第一份工作 所以 我也不太懂什麼是跳票 我只是覺得說 喔 五千塊沒多少嘛 那補會就好了啊 對不對 我想說 補會就可以了嘛 那我就想說 喔 是喔 那跳票讓他跳啊 反正 都這樣 然後老闆就講 欸 沒有 銀行的人就講 喔 是喔 所以 就跳票囉 那沒辦法處理啦 說對他剩五分鐘 我也找不到人啊 然後就 OK 拜 然後 掛電話了 然後 老闆隔半小時回來 因為也過 也跳票了對不對 然後我跟老闆講這件事 我跟老闆說 欸 老闆啊 那個 銀行打來說 你有張五千塊的票 忘了會 然後 跳票了 然後老闆就發飆了 就說 啊 你說什麼 然後 就嚇到 然後就說 欸 你知道跳票對 你為什麼不試著聯絡我 你知道 跳票對公司的商慾有 會受多嚴重的影響嗎 之後會接不到案子 你知不知道 你應該試著聯絡我啊 然後我心裡就很歐啊 我想說 欸 不是啦 欸 你把會計帶出去 你們兩個都忘記匯錢 欸 我這個小美編 我是做動畫的 你跟我說 五千塊的票 我哪知道你哪一家公司的錢還沒費啊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 反正他就是叫我 把這個罪給扛下來就對了 那我就很美送了 而且 罪更讓我美送的是 他之後啊 還三不五十拿這件事情威脅我 就跟我講 欸 文青啊 那個 因為你之前害公司跳票啊 那 所以你 你必須為公司做點補償 因為你這張公司之後很難接到案子 那你 我又多接了兩部動畫的案子 那你需要你去幫我完成 我想到我就嚇一跳 欸 哇 上次做第一部做完 我命都去半條了 哇 你現在 還多說多接兩部叫我補償公司 我還不知道補償什麼咧 而且 說實在的 第一部你呼嚨我 說話不算話 做完也沒好處 我才不要咧 我不是笨蛋嘛 那我就隔天 我就馬上給他提離職 說 欸 老闆 那個我不做了 我找到更好工作了 然後他還好 他也沒留我 然後我就趕快 無所謂 無所謂 對對對 對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馬上找第二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 我找到了一間 馬上去 就是一間出版社 那這間出版社 是一間出版佛教刊物的 哇 欸 然後 我在面試的過程啊 那個 跟老闆就是 老闆有特別跟我強調 他說 欸 他是學佛的 吃素的 有在修行 我聽到 我就說 哇 這個 這透懂啊 這一定是好老闆 這一定是好老闆 怎麼可能有這些條件 還不可能像第一個那樣嘛 相談甚歡 我就馬上決定 好 我要到這邊上班 那上班 當然一樣做平面設計嘛 那 薪水其實還是很少啦 我薪水 第二份工作 我薪水也是只有26K 這樣 很少 在台北 那 一樣大概做的工作就是 平面設計做的工作就是 做封面啊 內頁排版啊 然後做做DM這樣 然後其實每天也蠻忙的 然後有一天下午 老闆拿著一疊 發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對 老闆拿著一疊厚厚的紙 然後放到我桌上 他就跟我講 欸 文欣啊 這邊有一份任言咒的草稿 客戶需要你重新幫忙編排 幫忙校對一下 然後我想說 嗯 任言咒 什麼是任言咒 我想說 應該跟大悲咒差不多吧 然後我就 喔 OK OK 好啊 我就翻開一看了 我就 看到這個內容 喔喔喔喔喔 它叫我校對這個 有沒有 我就想說 欸 我嚇到了 我就 任言咒 我認住了 我想說 欸不對 我說不對 老闆這個 這好像是範文啊 這是範文對不對 然後老闆就講 我說 我看不懂 你應該找專門的文編啊 你怎麼 我每編我怎麼可能看得懂範文 對 然後就說 欸 文欣啊 你不要那麼小看自己 我跟你說 對 對 你不要小看自己 我跟你說 其實你會來到我們公司 我告訴你 就是你跟佛有緣 然後 你跟佛有緣 那 我只是之前沒告訴你 其實你是個很有佛性的人 對 然後我就 運用你的佛性 用心去體會 你一定有辦法看得懂這些文字 對 我相信你做得到 也只有你做得到 哇 我第一次被這樣誇獎 我就知道 喔 哇 原來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佛性呢 然後我想說 喔 OK 老闆 我用我的佛性來幫你教對 然後就答應他 因為你也只能 你也不能說不嘛 對不對 然後就答應 好 接下來這個工作 那就開始教對 然後教對到準備要送印了 送印 準備送印哪一天 然後社長就問我 就說 欸 文欣啊 沒問題吧 我就說沒有問題 OK的 然後就送印 送印之後 成品回來了 哇 成品回來之後 交到客戶手上 哇 不得了 客戶打來罵老闆了 他就說 欸 你們不是專業出版社嗎 怎麼教對了 第一頁戳到最後一頁 喔 然後 重做 不管 重做 你們給我重印 然後老闆就把我叫進去 然後我就這樣 老闆就跟我說 嗯 就說 欸 你不是說沒問題嗎 然後我就這樣 老闆我盡力了 可是我佛性沒有你想想這種搞的 對不起 我說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就這樣 他就想說 那這樣怎麼辦 出大包啦 然後就說 然後他就說 啊 算了 那就重做吧 那本來聽到這邊也只是想說重做而已 然後還對公司覺得有點虧錢 可是後來到那個月發薪水的時候 發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對 我跟你講過 我的薪水只有26K 對不對 然後發薪水 我看到薪水條上面 當月發下來 嗯 怎麼就13K 13K喔 然後就說 欸 我就嚇到 我就去問老闆 欸 我就說 欸 社長 不是啊 另外13K跑哪去啊 對 然後他就講說 欸 不是啊 另外13K 我跟你講是這樣的 當初是你跟我說沒問題的對不對 我都跟你確認過對不對 那現在出錯了 重印 那這個費用當然算在你身上啊 怎麼會是公司 怎麼會算在公司身上呢 哇 我聽到我就嚇了 我就生氣了 我就生氣氣了 我就講 欸 不是啊 你 我就想說 欸不對欸 你20 我當初就跟你說我看不懂了 欸這是範文欸 你沒有請文編來叫對就算了 我就想說 欸 我不相信你也看得懂啦對不對 你這樣硬叫我對 那怎樣 然後 而且我薪水才拿你26K 你扣了我13K也太誇張了 我這個月要怎麼活 那我就跟他講 欸 我就做到今天喔 你今天 我就做到今天就辭職 你要是今天我離開公司前 你沒有把13K給我補到我的戶頭 我跟你講 我一定馬上去告你 而且我不只會告你喔 我會每天拿大神功到你公司前面 我說我說真的喔 我會拿大神功到你公司前面說你欠我錢 不然你抖著喬 欸 哇 他嚇到了 真的 他嚇到了 他馬上就把錢匯到我戶頭 然後我就說 啊 怕壞人 會怕就好 然後我就當然 我知道他錢匯到我戶頭 那我就馬上 欸 我就頭也不回就離開公司 但是其實 經歷了這兩個工作啊 就是 經歷了這兩個很荒謬的工作之後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沒有學怪 我還是繼續待在平面設計這個圈子 然後之後 我又繼續做了三個工作 有五金物流公司啊 有醫美診所的也有 然後有 食品觀光工廠也有 那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我的能力有問題 還是這個平面設計這個產業問題 就是我一直都還是很不順 那我覺得我遇到老闆還 真的好像都是這副德心 有沒有 大哥 對啊 為 對啊 陳舅 做那麼辛苦 被那麼拗 陳舅什麼 為了陳舅老闆買跑車嘛 對不對 只能這樣 然後我想說 啊 就真的很沮喪 然後後來 最後我跟一個主管吵架 那個主管 就是 他酸了我幾句 那我覺得 欸 雖然說他酸的這個內容 沒有特別重 但是確實也讓我頓悟了 他跟我講 欸 你什麼咖啊 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不要每次都在那邊意見一堆好不好 你覺得自己很有名是不是 哇 他講這個 我覺得 欸 對 他說的對 我繼續待在這個 帶在這種產業 我還真不會變成一個咖 公尺這麼 錢那麼少 這麼凹 公尺這麼長 又都不給加班費了 幾乎老基法能犯的那種法條 他們幾乎都全犯了 我就受不了 對 然後我想說 啊 最 我覺得我最在意的其實 那些都還好 我最在意的就是 我投入平面設計這個圈子大概三年了 我覺得 我回頭想一下 我覺得 我好像很久一段時間沒有繼續拿起我的畫筆 繼續畫畫 繼續創作 那我之後 我想說 然後這時候我心裡有個聲音跟我講 欸 快逃吧 不要再繼續待在這個產業了 趕快轉行 那我當然 我馬上順從我心裡的聲音 對 我知道 對 我必須快逃 這個產業待不了 不然我完蛋了 雖然說我很快下熱決定 但是其實 我並不知道轉行後我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只會畫畫 所以 但還是得找工作吧 對不對 那我就到處求神拜佛 我就跟神明講 欸 拜託 給我一份好一點的工作吧 其實 我要求也不高 真的 我要求很卑微 不用多好 有一個條件就是 我希望這個新的工作 能讓我擠出一點點還有一點閒暇的力氣 繼續創作 繼續畫畫 這樣就好了 這就是我對轉行後的新工作的唯一一個要求 然後後來我發現神明好像有聽到我的呼喚 過不久後 我還真的找到一個類似這樣條件的工作 他是一個影片剪接助理 他這個工作 雖然說錢確實不多啦 薪水 對 錢不多 工時也蠻長的 但是他唯一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待命時間很長 然後當然 我又趁待命時間繼續 偷偷的畫畫 然後繼續創作 然後我就一邊工作 一邊創作 後來 然後那段時間 就發現有很多的圖文插畫家在開粉絲團 我就看了一下 我參考了一下 我就發現 看一下內容 我有畫 我畫一二十年了 我沒有理由他們可以開 我沒辦法開 我不能開 那我也趕快開一個粉絲團 然後就這樣開始經營 經營到現在大概也四年了 粉絲也算小有規模 粉絲人數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大概五十萬人 沒有啦 蠻多的 沒有啦 那我確實也靠經營這個副業 多了比額外的收入 而且這比額外的收入 還比我的正值高了不少 秘密 秘密 對 高了不少 對對 那我確實也靠這個副業 讓我目前過的我以前最想過的生活 就是我不用再去看人家臉色了 我也不用再被凹了 然後我確實也靠畫畫賺到了一些錢 然後我覺得我也打臉的那些曾經看衰我的人 就是我向他們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興趣真的可以當飯吃 後來我回頭想了一下 當初我會離開平面設計的環境 我不是在逃避 我是因為我想保護住 我對創作還殘存的那股熱情 如果我繼續還留在那個環境 我的熱情一定會在那個環境裡被消磨殆盡 所以我一直還蠻感謝當初願意 勇敢離開那個環境的自己 人啊常常會覺得自己走到絕路 就像這張圖啊 對不對 成功路上不用止 只是通常靜止通行 對對對 欸 靜止通行 人常常會就是靜止通行 就好像走到絕路嘛 但是其實我並不這樣想 走 其實你沒有走到絕路 那只是老天告訴你 你該換條路走了 換條路走之後 你會發現別條路上 會有更美好的風景在等著你 謝謝大家